我們剛剛的圖 文字把它改成圖 這個圖當然網路上你可以自己說 那不是講美工啦 我們只是講怎麼樣把字放上去 把字變成圖這樣而已 OK 那字怎麼變圖 其實很簡單 你在Background的屬性上面把它選一下 Background有沒有 一個屬性叫Background 你把它改成那個圖的位置就可以了 OK 然後 不過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你會發現 你點它的時候它一樣會有動作 但是呢你會發現奇怪 可是為什麼這個圖按下去 好像沒有任何的反應對不對 感覺好像不知道有沒有點還是沒點 所以user點下去 感覺好像沒有那種 那種點下去的那個feel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要點下去有那個feel的話 那你就是要改 我會改一個第九個 你會發現點下去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 按下去感覺有變換的感覺對不對 也就是這裡的話會有兩張圖 本來是一張圖 要把它變兩張 可是一個按鈕裡面 Background屬性 只能夠放一張圖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的話 就是在Background裡面 就不能放一張圖的連結 而是放一個xml的一個連結 那個xml裡面呢 就是告訴user 告訴那個我們這樣點下去那個動作 如果點的話是一張圖 沒有點是另外一張圖 用xml裡面去做切換 那這個部分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要怎麼樣去把圖抓下來 其實請各位到雲端裡面 雲端裡面呢找一下 在雲端這邊有一個就是picture 因為我知道各位圖 應該是還沒抓 還沒抓 所以你把它下載下來 那這個實際上是我去Google 我Google到那個 就是有 就是數字的那一些圖 然後我自己把它切出來了 我用那個 好像我印象中好像用Fireworks Fireworks有沒有 它可以切圖 反正是一 好多張 把它切成一小張 那這幾張的話 請各位就把它下載下來 那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它應該是一個png的圖檔 那請你把這些圖 匯到你的專案裡 不過匯到你的專案裡面 特別注意喔 請你匯錄到哪裡 因為在resource裡面 有Jobo這麼多個 那哪一個呢 因為它的size每個都不一樣 有高 有低 有中 有超大的 有超超大的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就在這邊建一個 新建一個什麼 新建一個資料夾 那大家一起共用好了 這樣就比 那名稱的話 請你取叫Jobo 後面就不要dash 所以這裡的話 你這樣匯錄的時候呢 你就打一個Jobo 那把其他的圖 通通都把它匯進來 Jobo 那名稱記得不要拼錯了 這個名稱 就是這個的名稱 那表示這個是大家共用的 就是不分size 再來怎麼樣呢 把剛剛你下載的那些圖 怎麼樣 通通都把它拖拉進去 剛剛我下載的東西 那就直接把它 這些 那你建議是先把它解到桌面上 先把它解到桌面上 然後呢 如果你要匯到裡面來的話 其實很簡單 我的習慣這樣 打開它對不對 這些圖 全部放過來怎麼放呢 選起來 這樣 其實這樣拖拉有沒有 你會發現放開 他問你說要不要copy copy過去 有沒有全部都摳過來了 好 以後的話 你外部的圖啊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把它拖進來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話 一是這個 它就是有一張是沒有按的 一張按下去的 好 那我們分兩階段來看好了 如果說我們今天呢 要改變 比如說我今天呢 一的部分 要把它變成 我的 我的原始的 這個 這個專案 那我們的那個 Layout有沒有 本來是這個對不對 那怎麼改成圖啦 分兩階段 如果你簡單一點 你就是把它改圖 那圖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屬性叫 叫做 Background 有沒有 在底下一點點 這邊有個屬性叫做 Background 對不對 它預設的話呢 是沒有 所以你把它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的話 找到什麼 Jobble 因為它的圖都會放在Jobble裡面 OK 第一張這個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圖就放上來 那如果上面有字 怎麼辦 按右鍵 把ADTest裡面 把自然 Click掉 這樣就1了 依此類推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再選 Jobble 然後2 按確定 OK 然後按右鍵 再把它 把它 這個地方Click掉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總共有9張嘛 不過第一階段是 按下去 它不會切換 那我們等一下再教各位 如何可以做到切換的動畫效果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在那個 Android裡面 其實如果你要做一點動畫 你就要了解 在Jobble裡面不是放圖 而是放一個叫做XML XML 你可以透過XML做 很多Android裡面 App裡面的動畫 比如說像圖怎麼樣做圓角 怎麼樣做一些 其實都是在那個XML裡面制定的 不過很可惜的 一般坊間的書很奇妙 大部分都偏重在那個 城市上面的說明很多 可是在美工上面的 非常的少 App裡面好像 好像 還是著重在城市的開發 可是在 有關那個 就是說 介面上面的設計的書籍 比較少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 也許這部分的需求 還沒有被 被凸顯出來 OK 那這裡的話想 各位先把那個 圖的部分先加上 好了